是關於前兩天在台大校園所發生的事情 可以說令國人都非常的關注 幫派分子公然在光天花之下持棍棒毆打台大的學生 這事情非常嚴重 我會邀請法務部還有警政署相關單位 已經要好好來辦理這個案件 給社會一個交代 我們是鼓勵兩岸應該要進行交流 但是各種交流我們的尊嚴對等 這個原則一定要把握住 換句話說我們不接受任何的矮話 我看到台北市政府已經在進行檢討 包括值班的員警記過然後所長調職 文化局的局長也提出來未來會做檢討改進 那麼甚至於台大校園也已經公開說明 未來校園不再出租或出借給類似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遇到一個事情事後做好檢討然後後面改進 避免同樣的事情再發生 這件事情這樣的發展方向是好的 因為總統是三軍統帥嘛 五五降四的士氣這是必要的 這一點我們行政院也支持 這是我接任行政院長之後 第一次來到立法院接受立法委員的質詢 所以我是非常謹慎的面對 所以昨天晚上也有特別在家裡 瞭解一下委員關切的哪些議題 我希望我今天的答詢能夠讓委員滿意 謝謝